总有18名的菲律宾籍的民众及一名日本籍的民众自我国返回母国时候检验出COVID-19肺炎的阳性 指出今年8月19号到9月11号间有高达18位飞机移工从台湾返回母国菲律宾时入境检验为阳性 甚至有一架客机在9月11号载运78人飞往菲律宾后 共计13人被确诊阳性率高达16.7% 这些案例在台湾并没有群聚的情况 它分身在全省的各地 那如果以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 那台湾应该是有很多的确诊的案例 因为他们检验是外包给红职智慧 所以他们也说他们的实验室都有认证 到底怎么去判定的这些标准 那也都没有回复了 指挥中心也会持续向菲律宾进行了解 并且也针对18名飞机个案 匡列372人 不管他们检验的结果 我们抱着什么样的怀疑的态度 或是有其他的可能性 那我们都是先当做我们这边 所有接触者都要去追踪 另外也有一名从台湾返回日本时 在入境被确诊的50多岁男子 核酸检测复验结果是阴性 另外指挥中心也说明张化万人 普筛案的调查结果 张化卫生局共有两项 作为违反指挥中心的政策 一对一是对无症状的居家检疫者 进行裁检 二是主动要求居家检疫者 以检疫期间外出 虽然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但并没有相关的一个罚则在 虽然现行传染病防治法 并无相关行政裁处罚则规定 但对于张化县卫生局违反指挥中心 防治政策处置措施 指挥中心也将请张化县政府 依循公务员服务法 考基法 惩戒法 办理张化县卫生局 新台湾亚特电视 林嘉宾黄晏 台湾特别报道